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很可憐? 媽咪是否很可憐? 不! 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養生壺 之前有提過的 養生壺是我等於訂回來 是可以很簡便的煲湯 又或者煲一些糖水 還有煲花茶等等 因為我村屋是會用石油器去煮東西 變成是插電的電器對我來說會比較方便 而且不用長開著爐 所以這個養生壺對我來說是比較實用 接下來有新年 也很適合招呼朋友的時候 可能煲茶在桌上 然後把壺放在桌上插電 已經很方便 可以一邊煲花茶和大家享用 所以新年之前介紹給大家 選擇的時候可能會花多眼亂 我選擇這個容量比較大 還有可以燉燕鍋 所以價錢也相當貴一點 這一塊就是底座 我特別喜歡這個顏色 好像櫻花粉紅的顏色 而且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很簡約 不是太複雜 因為我很怕它有些 不知道什麼柑 或者什麼花紋 或者有一個很鑰 很鑰的花 我就不喜歡 這裡有很多功能 最簡單就是煲水 花茶、果茶、綠茶、煲湯、蟲草、白粥、雜糧、燕鍋、甜品、煮蛋、煮麵、熱奶、咖啡、泡奶和火鍋 所以有這麼多功能 就可以自己調校 每一個選項的分別 就是不同的時間長度 這裡有四個按鈕和一個扭扭 第一個按鈕就是預約時間的按鈕 第二個按鈕就是火力按鈕 第三個按鈕就是保溫 這個按鈕就是開關 這個按鈕和按鈕 是大陸的三腳插 然後就看看它的鍋 它的鍋就是這樣的 這個蓋子就是粉紅色 裡面還送了兩盒花茶 一個茶就是三味花草茶 另外兩盒是一樣的 紅棗玫瑰茶 還有陳皮酸梅湯 還有這個是什麼 九幾菊花茶 所謂三味的花草茶 花草茶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芋的珍珍 有一點重量 也不是完全輕的 因為這款玻璃是加厚的 我很怕訂太薄 很容易爛 這個我貴一點 我也想買這個 感覺上應該會比較漂亮 玻璃上面還印了黑度 方便你預計水位 這個可以隔水燉的內膽 變成你可以放些材料 下去 可能你焗一杯紅棗茶 焗茶的話 就可以將茶葉放入這個茶格裡 再放入燉中 再在大鍋裡加水 將燉中放入去 就可以焗一杯份量的茶 放入燉中 其他配件還有這個蒸蛋架 這個很實用 因為我經常煮蛋給兩個兒子吃 拿開蓋子就可以放入蛋架 說了這麼久 研究一下機器怎麼用 拎一下鍵就可以選擇 你究竟想煮什麼 它就會幫你大概預設時間 我想說它真的超快水滾 因為穿了機器沒多久 你會看到現在的狀態 之後就很快 已經滾滾了 我今天會煮一個 蘋果雪梨水給兩個小朋友喝 但雪梨水我除了一個梨 和一個蘋果 我還加了冰糖 紅棗 和少許圓肉 紅棗要去核 然後和圓肉浸一下 再把蘋果和雪梨批皮 和切開 見到水滾了 我現在就放些材料下去 再倒些大南杏就可以了 關上蓋子再煮30分鐘 我選了燕窩的設定 剛剛好 如果火力太猛 就可以調整這個按鈕 最高就去到1000 小火就調100至200 就對了 煮好它就會提醒你 同時它還會跳到保溫的狀態 現在的天氣 喝潤的食物就最好 尤其是小朋友都很適合喝 有些湯很挑剔 但這些甜的食物 他們就無人歡迎 剛剛的份量 我大概煮了6杯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喝了 喝東西 先讓我來 哥哥是綠色的杯 爸爸呢? 爸爸是最大的杯 粉紅色的杯是你的 這杯是你的 弟弟好喝 爸爸喝早了 這杯 拿著喝吧 自己 粉紅色的杯是你的 這杯 這是什麼 好喝 蘋果雪梨茶 喝到小杯 這杯可以喝嗎? 沒有問題 喝完了 對 為什麼 你喝了我弟弟的杯嗎? 不要喝啊 我也喝了 我喝了這麼多 好啊 那我倒一點下去 弟弟 我這個 好喝嗎? 好喝嗎? 我的 好喝哦 喝完了 還有一杯 好喝嗎? 可以給我一點嗎? 可以給媽媽喝嗎? 我 不可以嗎? 媽媽煲的 媽媽煲都不能喝嗎? 沒有 是雪浪底了 沒有 這麼少? 沒有 會不會很可憐啊? 媽媽是不是很可憐啊? 沒有 沒有 哈哈 沒有 沒有